中年的女性在经历人生的一些沧桑之后,对自己的感情有一定的经验与愿意 她们在处理感情时更加谨慎,她们不会急于为爱做任何事 即使被男人感动,她们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勇敢地追求爱情 中年的女性有更多的心事与顾虑,而且这是关于选择藏在心里等待合适的时机 以偷偷向你透露你的情感状态 异性之间的交流通常不谈感情问题,因为很容易使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 女人不喜欢你,她们故意回避这个话题 不想让你亲近自己,不感兴趣你的感情状态 更别说把自己感情能发泄出来 如果一个女人对你感兴趣,她就不会再害怕这些了 她会情不自禁地向你透露她的情感状态,包括她的理想类型,情感体验等等 她想让你更多了解她的情感状态 这样你就可以轻易地增进彼此间的感情 二,偷偷告诉你,你的未来计划 每个人对未来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计划 无论他们在未来做什么,他们有什么成就 或者谁将存在于他们的未来 事实上他们会有一些心底或者一些渴望 对于夫妻来说,拥有彼此的未来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一个女人愿意告诉你她对未来的计划 那就等于确认了你,想和你一起走过很长一段时间 告诉你,你存在于她的未来 这意味着很明显,男人不会迷失在多情的感情中 中年的女人暗中给你这三个信号 大多数都是你感兴趣的,不要不相信 三,偷偷关心你的生活 中年的女性经常更现实 她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向自己喜欢的人表达她们的关心 大多数时候,她们从现实出发 知道如何给你照顾是最合适的 所以她们会暗中关心你的生活 给你最实际,最体贴的帮助 女人暗中关心你的生活,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注意你的一举一动,不断加深对你的理解的过程中 当你生病的时候,她会照顾你 当你难过的时候,她一直陪着你 这样的女人无许是在给你一个信号 表明她的你感兴趣